徐扬听了这番话 眼神也变得格外坚毅 这种大陆史诗级别的战争 一个人不死是绝对不可能的 必要的伤亡都会成为这一战 铺鞋史诗的荣耀 他们的名字也将被永远铭记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而言 小花和徐扬想到了一块 绝不会让每一名参加这场战役当中的人族 强大的修士白白陨落 他们的名字将会成为盈州大陆文明传承的永恒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还有什么特殊的命令要交代我吗 徐扬轻轻摇摇头 现在的你就是第九星尊本人 想怎么发挥都有你自己说了算 不过我倒是不建议 你立刻就去寻找其他的星尊级别强者 因为他们会出现在主战场不同的方向 待会儿我会以换体的形态亲自去会一会他们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深入 要是能够更快速地接触到整个宝藏地最核心的秘密 那么我们主战场方面的推进节奏也将会大大加快 随时保持联络吧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个人发挥了 小花和徐扬无比凝重地深深对视了一眼 各自点了点头 很快便消失在了战场不同的方向 徐扬的换体直接转向东北方的战场区域 因为那个部分已经出现了两位星尊级别的强者 大部队的推进非但遭遇到极大的阻碍 而且伤亡人数的攀登速度 也远远要比其他分战场来得更快 因此徐扬得到缓解 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援该区域 而小花则继续执行之前 他和徐扬商定的计划 找准一切机会朝着宝藏山腹地进一步深入 这场史诗级别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当徐扬的换体均临东北分战场区域的一刹那 两大星尊级别的强者 同时将注意力锁定在徐扬落地的位置 一个个脸色都显得格外猙獰而恐怖 分别是第六星尊和第八星尊 两大顶尖强者 这小子便是这些人族蝼蚁们当中的头目吧 那个叫徐扬的家伙 也是他亲自出手 斩杀了女王大人唯一的血脉四皇子殿下 这笔账 我们终究要用他血债血还 第六星尊和第八星尊两个人 看起来当真算是胸有成竹了 因为即便是在面对徐扬这种级别的强者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仍旧没有显现出如何的胆怯 反而是跃跃欲试的样子 看得出来 这两个家伙都是有真材实料的顶尖强者 虽然也是阴魂体凝聚出来的域外特殊生命 但是这两个家伙的灵魂强度 似乎比之前被小花完成夺赦的第九星尊的灵魂强度 还要强大不止一个档次 很好 你们两个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呢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玩 两大星尊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的口气倒是不小 我们也知道你很有实力 但既然进了宝藏山 你就没有任何叫嚣的机会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场 整个营州大陆的文明体系之下 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个地方战胜我们十二星尊 算起了时间还有大概半个时辰 黑夜就要降临 也就是说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只有两件事 要么就立刻逃出我们的视线 去找个地方踏踏实实做你的缩头乌龟 平静地等待这一场战役 以你们最终的失败作为结局 还有一种选择 那便是抓紧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与我兄弟二人展开对抗 一旦半个小时过后 你没能证明你的实力 那么很遗憾 作为代价 你将和其他人一样 被我们两大星尊合力绞杀 徐阳有些无奈地挠了挠头 看向眼前这两个家伙 我有一个疑问始终没有想明白 既然你们十二星尊这个级别的强者 都已经有资格和你们的女皇大人正面接触 那么他应该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你们 一定不要在主战场当中与我交手才对 如果连这点尝试都没有的话 你们这一支团队根本没有什么核心战斗力可言 还是说 你们两个真的已经盲目自信地 可以战胜得了我了呢 第六星尊和第八星尊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完美的表情 显然这两个家伙和其他十二星尊级别强者 并不是完全相同 直到这两个人同时出手的一刹那 徐阳终于明白他们的自信 来自于什么地方了 这两个家伙本质上来说 就是类似同卵双生的双生战体 非但可以达到灵魂百分百的共鸣效果 并且他们每次出手都是二人合击 原来如此 这两个家伙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星辰之力共享的状态 两具身体容纳出的星辰之力 可以从一个人的战力当中完美表现出来 所以这两个家伙的战斗力将会成倍增长 也就意味着我此时所面对的 至少是四名十二星尊级别强者的战力叠加的效果 难怪这两个家伙如此有底气 半个时辰之后黑夜降临 那么他们的实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这两个人的合力一击 将会达成十二星尊齐聚的程度 既然是这样的话 看来我有必要思考一下战斗策略了 毕竟此时在战场当中发挥作用的 乃是徐扬的一道换体 而并不是他的本体真身 徐扬的本体还要留在虚空之上 操控鬼谷奇门阵法的运作 没有办法均临局部战场进行帮忙 所以速战速决 扬长必短 就是徐扬换体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针对他们这两个家伙 徐扬很快便制定自己专属的作战计划 那就是简单一句话概括为 逐个击破的道理 这两个家伙的优势便在于同乱双生 精神力和星辰之力双重共享 但是这样的特点就已经相当可怕了 所以如何将这两个人的力量分割开 才是能否战胜这两个家伙最关键的因素所在 毫不犹豫地幻化出玉骨神剑 徐扬换体已然使用自己的气息 以及手中这一把剑强大无比的锋芒 锁定在两大星尊其中一人的身上 该抓紧时间的应该是你们两个人才对 不然待会你们想要反抗 也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徐扬换体话音一落 大地法则立刻开始发挥着作用 越来越多的巨石在地面表层迅速突起